嗨,大家好,我是威士尼 这边我要为大家介绍 ASV.NET Core MVC HTML List Box 选项列表框页面辅助标签 好,那在MVC里面 我们可以在View 检视页面中 使用HTML List Box 选项列表框页面辅助标签的方法 那它可以帮我们产生出 HTML选项列表框 那也提供我们表单输入项目的资料 可以选择来使用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相关的范例 首先可以看到在画面这边 有两个选项列表框 那这样的选项列表框 都是我们使用HTML List Box 这个Email辅助方法所产生出来的 那它产生的方式呢 第一个选项列表框 我们是在我们的View 检视页面 那我们使用HTML List Box 再搭配Solay List这个物件 将我们的这些水果这些 自串阵列的资料 然后把它这些项目把它呈现出来 那除了呈现出这些水果 资料的项目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去设定它的一个预设选取 所以刚才预设选取是这个Baller 所以我们也可以来设定 它的一个预设的选项 好,那第二个 这个选择 这个列表框呢 我们是在Ctrl 里面的HTML 动作方法 那边我们有产生出一些资料置点的 相关一些资料集合 那我们把这些资料集合 就是我们把它指派给我们的ViewData 解释资料置点 最后呢 藉由我们的解释资料置点 它的一个名称 然后再跟我们这个HTML List Box 本身的这个页面辅助方法 这个选择的这个列表框的名称 一致的情况下呢 它自动就会把我们的资料 细节到我们这一个 这个选项列表框上面来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些资料就是我们从我们的Ctrl 里面的HTML 动作方法的这个资料 置点的相关这些资料集合呢 把它呈现出来的 那 它也可以来设定我们的预设的选项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预设选项呢 就会是长矛的这个选项 那当然我们可以去改其他的 假如说我现在把它选择到长枪 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把它送出查询 那这时候我们在这个 显示我们的这些 这个选项列表框的这些资料呢 我们就可以显示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它是显示8的 那第二个它显示的是数字 那因为我们 第二个这个选 则的列表框呢 它本身来讲它的Value值呢 它是数字 那第一个的话呢 它这边的话 它是Value跟我们的Name呢 是使用同一个的 所以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检测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原始码的部分 好在原始码第一个这个选项列表框呢 它其实在HTML来讲 它是一个Slate Tag 好那SlateTag的话呢 但是它的这个Attribute呢 这个Attribute它设定的是这样子 就是Multipay的 那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一个 不是下拉式选单 它会变成一个像这个 那个选项的这样子一个选择框 那我们可以做选择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ID跟Name呢 基本上上面都已经有设置好了 那Uption的部分呢 预设选项一样是Slate的 这个关键字 然后它是Slate等于Slate 这是标准的HTML它的一个做法 OK那你也可以单纯加Slate 基本上应该是可以 但是如果一般来讲标准的话 应该就是Slate等于 然后一个写法 这是标准的预设选项的一个写法 好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 因为它没有设定Value值 它的Uption也没有Value 所以说它就会把这个苹果呢 当成是除了显示项目的那个标题字之外呢 它也可以当成是Value 就是内容值 那下面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选项列表框呢 本身来讲它有设定Value值 所以刚才传到页面接收之后呢 它这里就是以这个Value值 为那个接收的这个内容 OK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呢 它的显示标题跟它的内容值就分开来 在第二个部分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 看到我们在建立的这个 选项列表框 那相关的这样也可以 来做那个 资料的输入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去把 这些输入资料呢 比如说接收 做进一步处理 那这样的一个操作过程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相关程式 是怎么样来删写 所以我们开启我们的Value值流编辑器 那我们看到这一套操作的这个 Index的简设计面说明档 让大家稍微看一下相关的说明的内容 好我们直接往下看 首先的话我们在HTML文件的 Body段落这里呢 我们有设置了这几个 这个HTML ListBus 这个页面有辅助方法 那我们透过他们来产生出我们的这个 这个选项的列表框 那这个选项列表框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在这边 我们使用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它这边设定的就是这个ListBus 它的名称 那这个名称就会产生出 我们的ID跟Name 这两个Attribute 那来给我们 页面去做相关存取资料来使用 那另外我们在这边使用的是 跟我们之前所介绍那个Drawdown List 的用法非常的像 基本上他们几乎是同系列 也只是说它的一个样式更改了 并不是像那个Drawdown List 直接下拉选单 那基本上它是在一个 一个列表框里面去做选择 所以性质是大同小异的 好 那因为我们这边只做 简单的介绍 如果你要比较复杂的应用 你可以参考一下Drawdown List 这样的用法 只是把那个里面这个样式呢 本来是HTML Drawdown List 你把它改成ListBus 基本上相关的用法都是可以适用的 好 那第二个参数部分 我们在这边我们去把我们的这个 字串阵列的部分 OK 那这个字串阵列 我们把它当成是它的集合的选项 那我们透过Slay List的方式呢 去把它带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操作方式 一样 最后这一个参数呢 拔了这参数就是去设定 哪个是预设选项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来完成了 好 那另外一个我们在这边有个ListBus Tool 那这个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它就有这个名称 因为它等一下我们会在Ctrl的A型动作方法那边 我们会把一个ViewData 跟它同名的一个ViewData资料呢 直接设定好 那到时候 当它在读取这个View解释里面的时候呢 两边就会自动做细节 那我们就可以自动把那边 这个A型动作方法里面 这些 资料检释字典的这些资料集合资料呢 直接就可以把它变成选项 产生出来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HomeCtrl的会做什么事情 好在我们HomeCtrl的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IndexA型动作方法里面 那里面这里的话呢 我们有使用 好这个IDCinary这个资料字典 我们先建立的这几个资料项目 那这个是键跟直 就是一个是Key 一个是Value 好可以看到它这个参数说明 看到Key跟Value 所以这个是Key 那这个是Value 那之后呢 我们再产生一个Slaylist 的这个物件 那这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是会来 存放我们相关像XAS选单 或者是按钮选项 或者是你的这种看到的这种选项 的这种选择框 那它这里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一样带路就是 我们的这个资料字典的这些资料集合 那第二个会设定它哪一个是Key 哪一个要当Value 那应该就是第一个 因为我们选项里面有一个是Value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参数的第一个是In I In New Label 就是我们的这个资料集合 那第二个参数就是一个Value 所以哪一个要当它的这个内容值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选项 它要显示出来的标题 OK 那所以说标题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 苹果 芭乐 凤梨 看得到这些名称 那我们这边 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当成是我们的Value值 可以看到这个当Value值 然后呢我们的 这个Value就是把它当成是它的这个显示名称 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当成是显示名称 好可以看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哪一个当预设选项 所以我们把长毛拿来当预设选项 OK 那就这样子 这样子之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呢 StateList这个物件指派给我们的ViewData 只要检设置点 那这个名称的话呢 它会跟我们的这个View的检视页面的这个List Bus的名称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 它自己就细节过去的 OK 因为它都是资料字典 所以它自动细节过去之后呢 我们直接就是ReturnView 然后回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检视页面 那最后呢它就会直接把刚才的那个 资料字典的那些资料呢 通过它把它呈现出来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那本身来讲它 我们这边已经有设定预设的选项 所以说预设选项是2 那这边预设的其实就是长矛的这个选项 好 那下面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相关的这些 这个选项框呢 那我们把它送出查询Submit之后呢 我们会在它同名的Index的这个检视页面 那这里面它是一个 其实不是检视页面 它这是一个Index的 HTN履大动作方法 那它这边 会接受 如果你是用 那个HTTP POST 的方式 传来的话呢 它就去跑这个方法 那之后它其实就是把 我们的这些 选项的这些框 它的一个 Lane的名称呢 我们把它透过参数方式 然后去取得它们相关的这些内容 然后再用那个 Content的方式 再把它直接显示在我们的页面上面 就是刚才看到的这个画面 来呈现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使用这个 这个List Box 就可以来呈现出 那我们所需要给使用者 他透过这种选项框 的这样子列表的方式呢 可以让他们来选择 他们所要的资料 好那其他的话呢 应该就没有什么 其他要特别说明的部分了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针对 asb.net call.nbc html listabuzz 选项列表框 页面辅助标签 做着介绍 那我是魏斯里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